歡迎收看關鍵時刻 我是豹姐 我們看到蔡英文 只剩海埔道一年 沒有想到她已經到了那種 喝水都會噎到的一個狀況 沒有想到她在過年 丟了一個村連 這麼簡單的事情 都會在台灣吹奏一直吹噓 好 我們不管她 妳到底是自自在在 自自然人 可是我們看到賴和諧的東西 讓我們非常激昂 她居然講 歡歡喜喜迎新春 是自自在在 自自游游迎新春 這個意思是說 她當時過得很好 不對啊 以前我們受的教育不是 在日治時代 或者日炬時代 大家過著水深火熱的日子嗎 不是每次山石飄影 以迎王室嗎 大家都想趕快脫離日本的統治嗎 但是現在 妳再去回到那個時代 回到賴和所生長的時代 似乎跟我們過去想像的 有一個非常大的差距 我們來看 原來當時 也就是妳的阿公 阿祖 他們過高中生的生活 是什麽 是可能會去騎馬 是可能去攀岩 他們會去游泳 而且這個游泳課不是只有男生 女生也要上游泳課 所以我們今天就非常好奇了 到底在日治時代裡面 妳的阿公 阿祖 他們到底過一個什麽樣的生活呢 好 我們今天請到我來賓 對大家非常熟悉的 抗議大學副教授馬西比西銘湯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 資深媒體王室家 大家好 第三位是 網路和能力交助就橫 各位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 資深的 社會記者王瑞德 大家好 第一位媒體工作者文生 各位好 好 學 剛講到的一個新春賀喜的村聯 居然在台灣引起非常大的一個爭論 但我們不糾纏在這個爭論裡面 非常好奇的是 賴河生長的時代 到底是什麼樣的時代 他那個時候的環境 是什麼樣的環境 讓他講出這個歡歡喜喜 青春這種歡樂的感覺 寶傑 因為他的這種 時候來根據考證 是在1916年 陽曆年的元旦寫的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 1916年那個時候的狀況 其實真的沒有我們想像的落後 寶傑 你看現在就是那個 西門甸的紅樓 這是紅樓 興起街市場 就是紅樓 紅樓已經有了 對 當時蓋成這個樣子 甚至一路再過了五年之後 台灣的女學生 那時候可以穿泳裝上課 因為他們有游泳課 那時候女生要游泳 對 而且游泳的時候 穿的還是泳裝 也就是那個連身型的泳裝 跟現代差距沒有太多 所以你說一般的駭人 還在裹小腳穿了一個 大袍子的時候 他們居然穿一個景深衣在游泳了 對 而且畢業的時候 每個人都要學會游泳 真的假的 對 那如果你 我聽我以前長輩講說 他們游泳是在海上插一根標 你要游海過來耶 寶傑 但有的男生學校 是有完整的50公尺游泳池的 那你看畫面上 他們 因為當時男生很多也穿連身泳裝 所以他們很多時候 不會游泳的時候 真的教官跟現代一樣 還會把他們踢下去 就這個日本時代 日本時代男生成年 1920年代的時代 他們就有泳裝可以穿 就有游泳課在上了 而且寶傑 更重要的是 你家的阿公 如果大家回家問阿公 經過那個日治時代的話 他告訴你的那時的人生 這現在不一樣 寶傑 你看 連身泳裝還有低胸版的 在那個時候是在淡水的 沙輪海水浴場 淡水跟基隆海水浴場 是兩個北部地區最受歡迎的 海水浴場 所以年輕人去可以在那邊玩 然後你可以跟他租借 那個大的草帽來遮陽 其實比我們想像的要先進多了 甚至如果你回家 問你經過日治時代 還讀過高等教育阿公的話 他會跟你講說 我告訴你 老子那時候是練馬術的 真的 絕不是騙你的 因為1932年左右 日本有一個人拿到 奧運馬術障礙賽冠軍金牌 所以全日本當時包含台灣 都掀起了練馬術的風潮 所以你說當時台北地大 就有一個馬術社跑出來了 對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把它當成一個必須要練 就你想說日本全國那時候 為之瘋狂 那個馬術障礙賽冠軍還來過台灣 他告訴大家說 我練馬術 所以你們也要練馬術 所以當時在地大 你說那些都是台灣的高度 是台灣的大學生 對 台灣的大學生 而且那時候在地大練馬術 微微風潮 而且還有足夠大的場地 那時候就在整個操場上做練習 還沒完 你如果覺得現在 年輕人在高中的時候 社團運動不夠多 你要去看看你阿公 阿公那個年代練的是橄欖球 你說建宗橄欖球 就這麼踩下來的 寶傑 因為那個時候 整個日本搬到台灣來的學制 是模仿英國 模仿歐洲 所以他的學校裡面 玩的是英式橄欖球 所以Rugby那個年代 就是這樣子搞出來的 所以建宗橄欖球 就這樣子傳下來 是 因為一路相傳 甚至講明他還打曲棍球 而且還是英式曲棍球 因為你要健體強身 所以明治維新之後 一系列的教育改革 他們都在台灣重新翻出來 讓你可以鍛鍊體魄 他連攀岩都有 你知道這個攀岩還不是學校課程 是他們校外教學的時候 學生講說我要攀岩 我要穿著學校的制服 來鍛鍊體魄 所以當時他們連攀岩活動都有 好 所以我們就看到了 過去都覺得 我在日時代裡面 那是一個水生火日的日子 可是跟我們阿公的記憶 怎麼有一個非常大的落差 現在就有一個 去談論台灣 在當時高校生的生活 他跟我們過去的印象 完全不一樣 剛剛講了 除了他們的休閒娛樂運動之外 他們有很多 我們無法想像的事情 寶傑 你知道1903年之後 萊特兄弟試飛成功 你知道台灣本地 什麼時候開始有飛機 可以飛上天 什麼時候 11年之後 1914年就有了 台灣有飛機了 有 當時有一個日本飛行員 特別把他的準號 也就是老鷹的意思 來台南飛行場 成功的飛上天空 所以台灣只落後全世界 11年而已 而且更重要的是 當年日本有目的 要把台灣建設成建造飛機的基地 所以當時台北高校 還有航空研究會 台北高校 台北高校也就是當時台北的 地大以下的高等學校 他們還可以搭乘練習機 還從日本特地運來了練習機 跟飛行員 所以我現在看到這些人是高中生而已 是 他們只是高中生而已 而且更重要 中島噴 也就是我們後來 林氏戰鬥機的發動機製造的公司 中島發動機製作所 還把它假式四型戰鬥機 運到台北工業學校 所以這個是以前的台北工 現在的北科大 所以當時的北科大就已經開始 學怎麼樣的修理飛機了 寶傑 因為它機械科 當時要學氣修 要學飛機修理 所以這個飛機跟這個汽車 都是可以動的 他們要實際去修理 跟實際去學習 甚至更重要的是 寶傑 你知道 當年他們還請過一個日本 大概很年輕 20幾歲 高左右飛行員 高左右融資來台灣 你知道他來幹什麼 幹嘛 他來辦活動 就是我今天來參加這個活動 我從空中丟下各種各樣的 景品券 就是兌換券 有洗衣粉 有牙膏 有抹在臉上的白粉 這麼嗨 而且他說他丟了很多張 所以大家只要來參加 就可以來兌換這些景品券 你說當時的學習活動 是弄了一個滑翔機跑來丟東西 是 還沒完 你知道台灣人 其實當時還曾經坐過飛機 因為他們那時候去日本東京 抗議 要求直選議會 所以畫面上這一位駕駛員 是台灣人 他在東京上空 丟了1萬張的船單 他丟什麼東西 他要抗議說 我們台灣的議會要直選 他們有被抓起來嗎 後來沒有 因為當時日本跟台灣的關係 是很好的 所以你說他跑到日本的東京上空 去丟船單 對 而且那是一個 抗議活動的一環 所以當時算是合法申請 所以他後來沒有什麼事 那更重要是1932年大安區附近 你看這時候就有空拍圖了 這個是大安區的空拍圖 是 而且那時候還把公路等等 通通都拍進去 所以當時的台灣 真的比我們想像要先進 好 學 我們看到現在的畫面 讓我一個很驚訝的是 他們過去可以跑出國去旅遊 寶傑 我們剛剛講過 當時的中等學校 也就是高中 是日本培養人才很重要一點 所以當時有日本人 也有台灣人 台灣人要從各縣市聚集到 當時的城市來讀書 所以他們最後一年 中等學校最後一學年 也就像我們的高三一樣 海外休學旅行當年是去日本 當年是從台灣坐輪船 坐蓬萊灣去日本 這些在1920年 30年代 這些中學生 第一個要去看日本的火車站 體驗日本的蒸汽火車 然後這個是在東京 當時東京有地面電車 然後更重要的是 他們也像我們一樣 每次到日本就要去耐涼 要去探路嗎 對 要餵他 當時有沒有路先輩 不知道 這同樣 是乘坐電車或者是火車 然後這就是他們所搭乘的蓬萊灣 而且當時有台灣 有兩個東西非常特別 也就是台灣是先於日本 有了地下下水道 也是先於日本 先有了自來水 寶傑 這個就剛好有一個機緣湊巧 William Burton當時是受英國教育 然後被日本所聘用的一個大學教師 但是他剛好認識了後藤新平 你知道William Burton當時是被以 衛生工程師跟大學教師之名聘用 他當年在任教的時候 一個月薪水跟東京市長一樣多 所以那時候日本對他很禮遇 是 跟東京市長一樣 對 他1009年在日本任教 後來後藤新平認識他之後就說 那台灣現在疫病很嚴重 你能不能來我們這邊考察 幫我們建立自來水跟下水道 因為當時的劣集太嚴重了 對 所以William Burton就真的來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在台灣三年 考察了整個北台灣所有的水域 所有的都市的地下相關的設施 你知道整個台北市當時的下水道 是他設計的 但他最後 你說台北市的下水道 台灣的自來水是英國人設計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 你知道他當時整個是以 模仿巴黎大地下水道而設計的 就很像美女與野獸 那個巴黎的大地下水道設計的 靠著坡度 靠著圓形的集水區 讓水自然的流入淡水 所以當時他是用鋼筋混泥土 從台北都市中心蓋到萬華 他當時有鋼筋混泥土 對 有 當時有 而且從中校西路口跟成都路口 就是靠近西門町那個地方 自然流入淡水河內 所以你知道台灣當時 因為被當作一個範例 所以下水道做完之後 兩年日本的東京下水道 跟明古屋下水道才蓋好 你說台北的地下下水道 比東京還早兩年 是 因為William Burton 那個時候花了很多的心力 他當年最後怎麼過世的 就是因為到新店西上游 去考察那些蚊子的聚集地 跟集水區 後來被虐蚊咬到 最後病逝在台灣 你說William Burton是死在台灣 對 是因為虐疾死在台灣 是 而且更重要的是 當時台灣還替他建了一個銅像 可是因為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之後 這個兆頭不太好 就你明明跟英美兩國宣戰 結果你留了一個銅像 後來William Burton的銅像 被徵收 拿去做炮彈去 好 文森 剛剛講到的 賴和隨手寫的一首詩 沒想到經過這麼幾十年之後 在台灣引起了軒然大波 可是這個人中講 賴和到底是誰 台灣似乎有一段時間 完全空白 完全被切斷掉 你說賴和跟杜聰明 竟然是台灣那一代人裡面 最聰明 學問 最好的人 對 他跟杜聰明是台大醫學院 全身總督府的醫學院的同一屆 他跟杜聰明同班同學 就台灣第一個醫學博士 而且同寢室 還同寢室 所以賴和其實 如果說研究台灣文學史的話 像陳黃明 他寫的《走譯台灣》裡面 他就有一張專門提到的賴和 就是說把它比喻成 是台灣新文學之父 這太誇張了吧 他是新聞學之部 對 他寫了很多小說 他真的是不可 非常罕見的 算是說跨入這個文學領域 跟醫學界的 然後他跟這個杜聰明 杜聰明本身呢 各位大概了解到說 像高雄醫學大學 就他一所創辦 台大也是他 他甚至還代理過台大的校長 那杜聰明跟這個賴和 還有一位 翁謙怡的祖父叫翁俊明 翁謙怡的祖父 他也是醫生 那翁謙怡的祖父 那時候 翁謙怡比較有名的是他 那一年元旦結婚的時候 他是第一個台灣人用西式 就用西洋的方式 這個結婚典禮 然後更進爆的是 翁謙怡跟這個杜聰明 兩個人 當時看到袁世凱稱帝 他們過意不去 然後呢 還連滅跑到北京 到他們自來水廠去下毒 真的假的 你說杜聰明 台灣第一個醫學博士 因為袁世凱稱帝 他跑去暗殺袁世凱 對 他們認為說 就帶著這個病菌 到了北京的自來水廠下毒 各位看一下說 這個是當時描述的 因為這個翁謙怡本身 他是嚴重謙怡的祖父 禍亂 所以他們真的就帶著這個 霍亂病菌到北京去 你說杜聰明跟翁謙怡 兩個自己就霍亂的 對 他們倆就帶著霍亂病菌去了 對 到北京的自來水廠 然後去想要說製造這個霍亂 然後讓袁世凱稱帝不成 是 所以你想一想 當時這個台灣人 是在日據時代的台灣人 他居然對於中華民國 有人要稱帝 他們也要 竟然這麼生氣 還跑到北京去 你就知道說那個年代 這個年輕的世代 尤其這麼聰明的這些台灣人 真的是熱血澎湃 而且付出行動 那你為什麼講說賴河 包括杜聰明 還有翁謙怡的祖父翁俊明 是那個時代裡面 受了最完整的教育 而且最聰明的一批人 沒錯 他們其實日據時代鼓勵台灣人 你盡量不要從政 有的就讀法律 有的讀醫學 醫學的大概是 算是精英中的精英 剛剛提到這個霍亂病菌 其實後面有個推手 就是蔣衛水 蔣衛水低他們一屆 所以蔣衛水提出這個鬼點字 然後翁俊明跟杜聰明兩個人 就信聰聰真的跑到北京去了 你說袁世凱稱帝 蔣衛水說可以拿霍亂病毒 去把北京給搞亂掉 然後結果杜聰明跟翁俊明 翁俊明兩個人就直接跑去了 對 他們就覺得說義憤填膺 應該為中華民國做一點事 所以後來馬英九稱蔣衛水 是台灣的孫中山 大概跟這個有點連結 而且他們體力過人 你像賴和跟杜聰明兩個 當年既然能夠說從這個台北 24小時一天一夜從台北走路 途步馬拉松回彰化 幹嘛走回去 走路回彰化 對 鍛鍊體力 不是 你想說杜聰明 是一個對台灣醫學院 有這麼重要的地位 對 最主要他是 京都大學拿到醫學博士 是台灣人第一個博士 所以這個是創下了大概 台灣史的一個第一個紀錄 而且他不像賴和 賴和畢業以後就跑到廈門去行醫 後來再回彰化服務 那杜聰明他拿到醫學博士 就回到台大醫院 就投入了教育領域 所以各位看到現在 台灣的醫學界的鼻祖 可以說完全就是杜聰明 是杜聰明 包括高雄醫學院的建制 也是他一所建議 所以台北跟高雄兩大重鎮 所有的醫學界的徒子徒孫 如果說真的是鼻祖就是杜聰明 好的 細品 剛剛講的台灣有一個世代的人 我們還看起來陌生 你之前曾經談過 有很多人非常驚訝的就是 原來溥儀在東北 弄了一個維滿洲國 而維滿洲國旁邊最關鍵的人 竟然都是台灣派去的 溥儀見維滿洲國 我跟你講他身邊的人都是台灣人 目前有名有姓的調查 超過五千人 五千個 對 好 大家一定覺得 那個時代從台灣去一定是落魄的 逃難的才跑到東北去 錯 去的都是台灣的精英 台灣的大咖 台灣的大商 巨股去的 有五千個人 對 好 我跟你講 這超過五千人 大部分分為三種 第一種大稻埕的商人 大稻埕的商人 對 原來 第二個醫生 五千人中有一千個是醫生 是假的 一千個醫生 一千個醫生還得了 第三個就是工業人才 當時陳大的前身 台南高工 幾乎舉校都跑去了 為什麼 台南人很多跑去了 因為當時在台灣 他們不能從事重工業跟通信這些東西 都日本人把持了 所以他們就到東北去了 所以你說你在台灣學基建 你在台灣學工業 你要真正去接觸那個大工程 要跑去東北 我跟你講 講個最簡單的 他們到那邊之後 滿洲國的電信局跟電話局 通通被他們把持了 21個人在這邊當主要幹部 你說電信局跟電話局 都是台灣人做的 都是 而且都是陳大前身 台南高工的 好 大同學院也去 醫生 居然去了一千個人 我告訴你 這一千個醫生很厲害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圍滿中國的醫學大學 居然被日本人評估 全日本的醫學人比較 他在排名前五名 排名前五名 是 好 其中注意看 這個人叫黃子正 黃子正 輔儀這輩子最相信的人 就黃子正 對 他是他的御醫 他是台大心理系教授 黃光國的爸爸 他就是黃光國的爸爸 黃光爸爸 他是輔儀的御醫 輔儀那時候在東北 什麼身體不好 有心事都跟他講 黃子正 好 我另外講講 他以為這些醫生都了不起 我再講個張七郎好了 花蓮張七郎 張七郎他是虎口的望族 不要忘記 他爸爸因為跟那個馬接很好 是 所以全台灣第一個客家的教會 就在虎口張家做起來的 是 張七郎是醫生 他後來回來第一屆 花蓮縣議會議長 回來競選花蓮縣縣長 所以去的醫生都是很厲害的 好 為什麼 我問你一個問題 為什麼這麼多台人 對啊 尤其是大稻埕的商人 為什麼都去呢 關鍵人物是這個人 謝介石 謝介石 他是誰 他是輔儀的外交部部長 他是維滿洲國的外交部部長 外交部部長 我跟你講 他本來在大稻埕 後來呢 首相伊藤伯恩來台灣 他做翻譯 伊藤伯恩就很喜歡他 你到日本來 他到日本去留學 留學之後 就到了東北去 府一就弄了他外交部部長 他就在東北 弄了一個很大的台灣人協會 所有台灣人來 就住在這邊 我招待你吃住 所以他搞了一個台灣會館 就是了 對 台灣會館 謝介石為什麼會到東北去 有兩個關鍵人物 第一個是王湘禪 王湘禪 王湘禪 大家觀眾一定要看清楚 他是誰 當年1930年代 台灣三大美女之一 真的 台灣第一名祭 對 那個祭不是祭 就是異祭那個意思 對 台灣第一 而且台灣的異祭 他唯一個會唱全本精細的 真的假的 他會唱精細 所以台灣人也喜歡他 外申也喜歡他 對 好 那誰很迷他呢 連橫很迷他 連橫很迷他 連橫從大陸每次就回來 專程去看王湘蘭唱歌 連橫就是連戰的主婦 是 他回來就要聽王湘蘭唱歌 而且他把王湘蘭收女弟子 他教他離騷 施金 好 那王湘蘭當時就有點想要嫁給連橫 好 差一點就成為連戰的祖母了 但是連橫沒有要他 沒有要他呢 王湘蘭就嫁給了謝介石 他嫁給謝介石 對 謝介石就說 你為什麼要嫁我 他說你將來一定會有出席的 他說你為什麼看我一定有出席 我看你這個人一定有出席 但是我要到大陸去我沒錢 王湘蘭說 這是我的私房錢 5公斤的黃金 5公斤 就拿給他了 給謝介石 所以謝介石才能夠到大陸 他到大陸先投奔連橫 連橫以後帶他們兩個 到了東北找了富儀 所以他當外交部部長 好 他當外交部部長以後 我跟你講陸陸續續大咖 一個一個全都去了 台灣就跟得過去了 對 第一個陳從光去了 養樂多的創辦人 陳從光也去過東北 還有陳從光的發跡 就靠東北了 真的假的他不是去養樂多嗎 他去住在台灣會館 他每天就打麻將 四個人打麻將 一個他 一個我們剛剛講的那個御醫 黃子鎮 一個是謝介石 他們四個人打麻將 還有一個誰 陳希青 我一定要跟你講陳希青 陳希青是教育師師長 教育師師長也台灣人 你看外交在台灣手裡面 教育也在外交手裡面 陳希青後來回台灣 第一任彰化縣縣長 真的假的 還沒完他還連任第二任 還連任第三任 所以他是最早的彰化縣長 所以你看這些都精英人士 好 陳從光他們四個打麻將 突然間謝介石給他說 這個從光今天喝白開水好不好 從光說為什麼喝白開水 他說我茶葉沒有了 我們都向福建買 福建的茶葉沒進來 從來聽 馬上一個電報 叫大大城八百箱茶葉送來 八百箱一到這個東北 東北 瞬間賣光光 哇 陳從光一看 生意太好了 就開始全力把大道城的商品 全部都弄進東北去了 所以大道城的茶葉 就大量賣到東北去 1931年 東北跟台灣的貿易額是多少 多少 零 沒有 沒有貿易 沒有貿易 1937年超過300萬 在那個年代300萬很大 是喔 才六年時間 第一個人就是從中光 從中光就因此致富 第二個人聽到消息 插一腳陳茶某 也把大道城的東西拿去賣 對 當時陳中光叫香蕉大王 陳中光是香蕉大王 當時因為他把香蕉跟茶葉致富 陳茶某當時叫清果大王 他把蘇果全部弄去東北 所以東北人吃了香蕉 喝了茶一吃 都台灣去的 好 這時候又一個人家來了 古賢榮 古賢榮跟東北有關係 古賢榮 我告訴你 他把一 不但他厲害 他把台灣的東西弄過去 他把東北的一些大豆啊 油啊 弄來台灣 所以古賢榮賺更多 他是 反向操作 反向操作 把大豆跟油弄過來 東北的大豆最好了 東北的大豆最好 所以台灣人以前 從來沒吃過東北大豆 台灣吃到東北大豆 就是古賢榮 所以你看 他們這些有錢人 都靠東北發跡的最後一個 蔡傑森 我一定要跟大家講 蔡英文的爸爸 跟這個什麼關係 蔡英文的爸爸開玩笑 他到東北大連跟青島 學修飛機 像日本學修飛機 修飛機是到東北學的 東北學的 修飛機 所以他後來回來發跡 就是幫美國人修飛機 他為什麼會修飛機 東北學的 所以你看 台灣的基因 台灣的大咖 台灣貿易興盛 都跟東北有目前關係 好 那瑞德 剛才講的 日本人剛開始拿下台灣的手機 覺得很不好管理 因為三年一小販 五年一大販 覺得很受不了 乾脆把它賣掉 這個後面就變好了 後面居然 法國人 美國人 錢都已經準備好了 甚至預約都談好了 要把台灣給買過去 很多人讀到1884年 中華戰爭不是戰場應該打越南嗎 對 那時候黑旗軍的劉永福 在那個地方 跟法國大大大大大戰 然後還有包括 法國海軍提督孤拔 然後後來攻占基隆 我們會覺得很奇怪 那不是為了越南打仗嗎 但是為什麼會跟台灣有關係 然後事實上 攻占基隆這一段 還長達一年多 大小戰役不斷跟各位解釋為什麼 因為法國其實很喜歡台灣 早就想把台灣給拿下來了 他當時為什麼在攻打越南的時候 他卻來另外用海上來攻打基隆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他看上了基隆的煤礦 因為當時海上行船需要煤礦 所以他如果把基隆拿下來了以後 那麼是不是他有源源不斷的 這些行船的煤礦 燃料就有了 他就有一個補給戰 對 沒錯 那事實上他用很快的速度 也真的後來把基隆給拿下來了 只不過他做夢都沒想到 當時台灣巡抚流明船 他實施了一個焦土戰策 他就把所有採煤礦的這些機器 全部都毀掉 煤礦礦坑全部都炸掉 然後甚至於15500公多的煤礦 全部燒掉 我就全部都不要 讓你法國他知道你為什麼而來 所以法國你一塊煤礦你都拿不到 你知道嗎 你佔據了都沒有用 你看流明船當時是用焦土政策 對付法國 所以後來法國發現說什麼 我拿下了你 拿下了你這個基隆 結果一點什麼 一點用處都沒有 因為煤礦全部被炸掉被燒掉了 那麼事實上後來法國雖然離開了以後 那你也不要忘記 在1895年因為馬關聯約 所以後來清廷把台澎割讓給日本了以後 日本派員來了前幾任的總督 你看貴太郎也好 還有包括奶木西典亞都是軍閥出身 他一直用高壓方式就殺台灣人 就鎮壓抗日 結果後來就覺得台灣實在太難管了 為什麼呢 那時候包括禍亂 包括瘧疾又多 然後又不好管 然後衛生又不好 他們派來打這個等於說 當時來登陸台灣了以後 被這瘧疾疾病害殺死的人 遠遠高過抗日戰爭死的人 所以後來法國那時候決定用1億 1億日元 各位不要以為1億很少 當時是一個很大的價格 1億日元要跟日本購買台灣 而日本內閣裡面有人取渴了 你知道嗎 有人認為 同意了 這個台灣這個地方這麼難管 對不對 又那麼不好 衛生又什麼東西都很差 不如賣給法國還可以賺個1億日幣 那是誰反對 剛好在那個時候 新上任的台灣總督叫俄裕元太郎 俄裕元太郎他重用了一個 後來的台灣的民政局長 叫厚騰欣平 他們就上書了以後保住台灣 他的理由很簡單 法國為什麼願意花1億 1億日元來買台灣 就因為台灣值1億日元以上 要不要來幹嘛買 所以後來他們調查以後 把客人發現 原來法國人早就調查了 台灣有什麼值1億日元以上 第一個就是髒腦 因為髒腦全世界70%的髒腦 出自台灣 髒腦跟各位說 髒腦有什麼用處 因為日本統治台灣50年裡面 特別提煉髒腦對不對 那髒腦被他們視為 很重要的一個國法 那髒腦是什麼東西 不是髒腦完而已 從無菸火藥 火藥 黑色火藥的提煉 到鈕扣 到梳子 到很多東西都從髒腦來 所以全世界70%的 這個髒腦資源在台灣 所以台灣非常重要 台灣的煤礦 台灣的金礦很重要 然後還有台灣的茶葉 台灣的蔗糖更重要 它的價值遠遠高過1億日比以上 所以後來他們就用這樣子 說服了這個日本的內閣 讓厚騰欣平來建設台灣 他來的第一件事情 把當時前幾任總督任用的 一千多名日本官員 全部開除 他全部趕出總統府 全部趕出所有的公家機關 對 沒有錯 厚騰欣平 那這個人被稱為所謂台灣之父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我們現在知道的烏三頭水庫 就是他下令八田羽衣下去蓋的 下去弄的 當然他的目的還是為了殖民 可是他非常的聰明 為什麼呢 他大量的用這些資源來蓋 他甚至於在100年前1906年 他發明了全台灣第一期的大樂透獎券 你知道嗎 他發行了為什麼 他非常的聰明 為什麼呢 他發行獎券 集所有人的小錢變成大錢 那第一特獎 當時的金額是日幣5萬元 5萬元的日幣在當時 就是一個大富翁的全部的家當 所以當時第一期5萬元開出來了以後 不知道是誰 但是第二名1萬日幣開出來 竟然是台南的一個用人 所以台南的這個用人叫陳柱 陳柱因為買了他浩滕欣民 發行的第一期的彩券 竟然成為一個大富翁 那時候是六種 他種了6千多塊 也成了大富翁 所以他用這個廣開裁員 不需要跟日本政府伸手 然後剛剛這個等於說 剛剛這個朱雪橫有說過的 有關於自來水對不對 他還用公測 所以台北市他用這個公家的資源 蓋了28所公測 你會覺得蓋公測有什麼了不起 各位在清朝治理台北時代 你絕對無法想像 那時候沒有公共廁所 沒有馬桶 沒有什麼東西 很多人小便都是直接把便桶 在自己的家門口這樣一丟 整個台北屋煙瘴氣 大家因為那個時候環境就這樣 沒有人認為說這是不對的 後藤新平大舉取締 如果有人尿尿私底下便利被我抓到 所以那時候日本反抗日軍 反抗日本統治八條罪狀 最後一條是尿尿要罰錢 你就知道他用這個東西改善這麼多 還有包括建造了相關的大飯店 他就把現代化的建設帶進台灣來 最後使台灣包括電話的廣設 包括電燈的廣設 使台灣創立了現代化的基礎 好 那創下 今天有一個讓我們覺得非常驚訝的是 現在美軍跟台灣我們的號制要統一 這什麼意思 還有就是台灣不是已經 我們可以隨時發射了嗎 現在到美國給我們新的 什麼海上艦上的發射技術 就因為百年以來 台灣的地位太側俗了 所以有很多時候 我們有一些秘密的合作 不小心才會被曝光出來 最近就因為中共的飛機 一直在台灣這邊繞 繞繞的時候才透露一個消息 原來我們跟台灣 美國和日本 早就已經是實質的軍事同盟 什麼叫實質軍事同盟 就是說我們在戰機裡面 飛來飛去的時候 所有飛機和船艦的敵我四別馬 對 我們台灣早就已經取得 跟美國和日本一樣的了 你說那個敵我 我們跟美國跟日本已經是我了 其他這三個國家裡外是敵 什麼叫敵我四別馬 就在飛機上面有個裝置 它是非常低 那個短坡的 然後把它一飛起來之後 雷達一打到它的時候 因為雷達上面有很多光點對不對 然後你看到這個顏色的是台灣的 是美國的 是日本的 他們的顏色都一模一樣 所以在這個雷達上面 台灣的顏色跟美國是一樣的 跟美國日本的飛機都一模一樣 所以絕對不會誤判 然後就可以知道 它是什麼機型的 是我們盟軍的 這叫敵我四別馬 所以前一段時間的時候 你知道像那個在繞的時候 日本的F-15K今天一飛起來 我們台灣就知道了 因為我們早就看到了 而且保健不但是敵我四別馬 更進一步了 可能有一些資料鏈結 也是有連在一起的 什麼叫資料鏈結就是 像是你在這架飛機上面 所取得的一些雷達上的資料 其他的飛機 可能用Link 16 Link什麼狀況 都可以連起來 所以就發現說 過去不是只有我們F-16 是有買美國的 我們的IDF 我們的幻象2000 都有這個敵我四別馬 都跟美國一模一樣 所以去年的時候 4月1號 F-18大狂風一飛起來 我們台灣就知道了 它一打出一個7700緊急狀況馬 我們台灣就說 台南機場已經準備好了 你可以立刻來降落 這叫敵我四別 而這敵我四別 本身是什麼 在二戰了以後 才開始發達出來的 因為保健那飛機 在空中飛來飛去的時候 這麼多 這麼多 我怎麼知道 雷達裡面看到的 都是一些光點 所以就有說 我們那個北約 我們就有個敵我四別 就把它合起來 而且敵我四別 後來用的話 用得最厲害的是 連坦克車都用到了 那是以色列所引起來的技術 當時是什麼 我們不會講說 戈蘭高地以色列 在進攻的時候嗎 11架仿茂的T55坦克車 竟然把埃及的500輛都打掉了 為什麼 因為原來的坦克車裡面 是沒有敵我四別的 所以當時以色列偷偷的 把飛機上的 裝到他們那11輛坦克車裡面 所以那11輛非常清楚的知道說 誰是陪有 誰是敵人 而美國後來更發展這套技術 是在波關戰爭的時候 美國的F1 A1 這樣一個坦克車 沒有被蘇聯的武器給擊中過 但是自己毀了七架 為什麼 因為敵我四別 當時坦克沒有裝 所以他們在戰爭的時候 是自己打自己 打掉了七架 所以現在敵我四別一連起來之後 就是全部連貫起來了 而不斷如此 最近我們發現說 我們又有一個技術就出來了 就是九彭灣基地在前兩天 我們的天宮三號 已經變成海宮三號 做了一次垂直的發射了 而且接下來 就會放到我們將來的 我們自己做的福爾摩沙成盾 在船艦上直接的垂直發射 而且這垂直發射非常難 其實現在只有這個 美國和俄羅斯有這個技術 只有美國和俄羅斯會 對 在船艦上 只有美國和俄羅斯有 然後我們過去就想說 因為在你的垂直發射的話 你就沒有角度的限制 你可以直接打出去 我們過去的時候法國有一套 我們就想說 可是法國還是陸地上的 還沒有海上的 還沒有海上的 就跟法國想要買 結果法國還跟我們講說 一千億 我就賣給你們 獅子大開口 獅子大開口 想要我們自爛而退 那時候我們本來想法還是說 我們就開始來立下工程 想辦法去偷學 但是沒有想到 正在我們這個有需求 而且覺得說台灣 你可能需要這個時候 美國就把他們的MK41 不曉得怎麼樣 悄悄給了我們 所以我們現在海宮三號 也要快行程了 我們就一下 很多人都喜歡去看動物的影片 但你有沒有發現 現在動物的影片 越拍越真實 或許我們那次有沒有看到 現在以前都要遠遠地拍 現在你連這個動物的表情 有沒有看到沒有 這表情它的姿態 就是可以離牠非常非常近 這到底怎麼拍到 寶傑 你看到這畫面 如果用專業的說法 叫做動物視角 也就是你跟這些猴子一樣高 你跟這些這個野鼠一樣高 你跟這些海豚一樣 在海裡面的話 你能拍到什麼樣的畫面 這是一個突破性的概念 太厲害了吧 寶傑 以前只能用人類的高度 這是真的動物 我可以看到這麼臉拍這麼近 是 但是問題就是 它裡面很多假的 你在 你看為什麼看到這個水塔去碰鏡頭 是因為你看 它是偽裝成一個動物 放在動物群裡面 我現在可以用動物機器人 是 而且更重要的是 這些裡面放的鏡頭 跟這些動物的基本能力 都擁有吸引動物的可能性 也就是你 寶傑 你看這個水塔 那個是假的 躺的是機器人 然後你看到這一個 有沒有這石頭為什麼會動 因為它是一個裝了履帶的攝影機 這是BBC在2000年 最早做的一個嘗試是 我能不能用一個會走路的石頭 去跟拍獅子 真的假的 那獅子就沒有危險性 寶傑 因為它那個石頭上面 還擦了植物 所以看起來就是一個 莫名其妙會動 但沒有威脅性的東西 那你看 為什麼能看得要這麼近 人類做不到 而且它可以在 不受注意的狀況下 混入動物群 拍到這種動物高度的視角 這個才是他們用這種拍攝法 真正的目的 所以我真的可以貼身 做採訪跟拍攝了 寶傑 你看 這個是偽裝成樹木 也就是它會在動物群聚的地方 譬如說這應該是山羊 或者是大草原上的食草動物 你可以拍到他們近距離的飲食 近距離的生態 而且不會干擾到他們 那這是在大草原上的拍法 像這個 你知道早些年 有一些攝影機就這樣犧牲了 因為你會痛 對小獅子來講看起來很可疑 我想要打牠 我想玩牠 然後我想要看牠 到底會變成怎麼樣 早些年有些比較不堅硬的 最早的動物攝影師 很多就是被這些好奇的獅子 老虎狠狠狠地吃掉 像這個還是模擬象龜 可是問題是牠其實沒有非常地堅韌 所以如果這些小獅子 對你真的感興趣 牠足以把你打破 好了 這個就更妙了 牠們竟然為了要融入當地 牠們把攝影機裝在頭骨裡面 所以這是路邊的一個動物頭骨 而且更重要的是 當你在做這個路邊的拍攝的時候 你要把那個線路架好 那頭骨本身也必須要 引去人類的氣味 才能夠讓動物自由自在地靠近 所以對牠們來說 在做偽裝的時候 你看這個頭骨能夠拍到什麼 腐蝕性生物 也就是牠可以在這個頭骨附近 再擺一些肉類 拍到凸鷹去著食 搶食的畫面 而且不會干擾到牠們 甚至牠們最誇張的狀況是 還曾經做過象龜 就做過一隻完全一模一樣象龜 放到象龜群裡面 結果導致有一隻象龜 騎到牠身上意圖不軌 所以這一系列 對野生動物攝影師來講 已經比早些年要好多了 也就是我們看到了 現在有了這種機器人 我用了這種遠端的遙控 我可以細心上的拍攝 但以前的攝影就很辛苦了 寶傑 因為以前必須要有 有一個真人操縱 所以當時他們為了拍天鵝的囚偶 跟混入天鵝群的時候 他要做一個小型的天鵝船 而且攝影師得要歸在裡面 所以如果你要拍鳥類水漆 或者是在水上會停下來的 你得要趴在水裡 一趴十幾個小時 據說攝影師是被人家硬搬出來 因為腳已經麻了 對 腳已經麻不能動 更別提有時候你要做 類似狙擊手的裝扮 混入整個森林裡面 才能夠讓熊貓 甘心情願的被你拍攝 這也就是你今天聽說要拍貓熊 你還把貓熊的大便塗在身上 而且更重要的是 你身上的氣味不能露出來 所以人類當時趴在那邊 據說攝影師還要上廁所 小便的時候 還得要把它弄在寶特瓶裡面 因為你要把蓋子扭住 你不能就尿在身上 否則那味道會把動物趕走 我們之前講我們誕生在中國 光是這一系列 這一個紀錄片 本身拍三年 因為你必須 一個鐘頭拍三年 對 因為你就算有機器人 但是雪豹這類動物不現身 還記不記得雪豹被譽為 人類世界裡面最難拍的動物 因為它隱身在整個 喜馬拉雅山區的那種 有血 有岩石的環境裡面 肉眼非常難分辨 所以當時他們花了好幾個月 去追蹤它的腳印 光找腳印就花幾個月 因為要確認它在這一區有出沒 所以好不容易找到腳印 但是花兩個多塊 三個月本來要放棄了 後來是找到了腳印 然後再決定要趴在地上 守株待兔等到拍到雪豹 所以你看到這些畫面 都不是機緣湊巧 是硬是靠時間跟耐性 跟科學的技術 才磨出來這樣的畫面 BBC 曹老師 原來一開始是這個 蛇追殺小獵蜥 就是它的起手式 是 寶傑 那是它的第一級 但問題是你看到 它好像非常棒的連成一氣 但是這個系列 是架設了十幾台攝影機 然後在整個升值期 也就是那種小蜥蜴 孵出來之後 一直追蹤 才抓到這個畫面 並不是剛好就抓到這個畫面 你仔細注意看 它每隻蛇還有特寫 蜥蜴的跑步 它的鏡頭是zoom到最底的 所以這整個拍攝 並不是一群人等在那邊 而是好幾個月 當它確認了這樣的生態之後 把這整個畫面 用好幾台機器全部收在裡面 才能夠剪得出精采的 五分鐘的片段 你是我在這邊待很久了 我對你的動線 早就已經療弱執掌了 所以寶傑 實際上你看到的畫面 是它一次又一次的重拍 中間有很多失敗的蜥蜴 最後才勉強拍到一隻 是真正在這個逃竄的路徑裡面 竟然成功 一次又一次的逃脫 這些蛇的追捕 但我們只是看到 幾百個小時之後 融會貫通 去無純金之後 才看到這一隻小獵蜥 成功脫逃的畫面 好 那個創下 我們看到現在 新的科技讓我們稱目皆舌 現在輪胎 它已經不是一個圓形狀 它是一個圓球狀 而這個圓球狀 未來的駕駛就更靈巧了 是的 寶傑 當你輪胎不再是一個圓排 而是一個圓球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說 這樣一個車子 而且寶傑他今天已經公布了 這個輪胎 也要放在奧迪的車子裡面去 以後你的輪胎長這個樣子 以後輪胎長這個樣子 然後你在開的時候 寶傑它有什麼好處 它是圓球狀 一個圓球是說 所以它到時候 你看它隨便轉 360度都可以隨便的轉 然後你的車子 所以以後你在過S型的時候 你不需要在這邊打方向旁 打一圈半 打兩圈半了 你直接移動 車子就像斜移的 就可以直接的偏移過來 因為它的輪胎 你不需要用去轉動轉動軸 輪胎就直接順著你的方向 所以直接水平 你才會超車 也是一下就過去 然後就回到正常了 然後最重要的是 在都市裡面最怕的就是停車 停車 然後要停車怎麼辦 它停車的時候 它進到停車場的時候 它可以直接進去 然後你看到停車位之後 直接的平行的 就移到你的位置裡面去 而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球已經是做出來了 他本來為什麼要去做這個 因為我們現在在開車的時候 最怕一件事情 路面的顛波 然後加上如果有水的時候 會打滑 所以很危險的 所以他們就去設計一個 這個球狀的輪胎 因為我是球狀的 所以我要碰到一個 路面顛波的時候 我的接觸面 是可以自由動的調整 所以我對那個顛波 對我車子的那個避震器的 系統的壓力 就沒那麼大了 然後再過來它就輪胎裡面 那個刻痕是特別做得 非常特殊的 而這特殊的裡面 寶傑 它裡面有特殊的吸水材料 所以你水經過的時候 你看這就是停車的時候 它就直接這樣停就好了 我根本就不需要才打 我什麼方向 任何一個人不用再去學 什麼倒車入庫了 我們輪胎不就有一個 傳動軸嗎 你這個一個球車 可以四面幫忙 你的傳動系統到底是什麼 他說這是機密 只知道它用的是磁伏的原理 磁伏 所以磁伏就是那個球裡面 它已經跟你的車體 並沒有實際上的緊密接觸 而是它裡面有個磁伏系統 所以這個輪胎 是可以這樣子到處的亂轉 隨便的亂轉 只要碰到你的路面 就可以隨便的調整 這個是新的一個輪胎 但是呢 這是德國他們做的一個新科技 這是德國的 然後戰鬥民族呢 俄羅斯說我們也有新科技 因為大家只要過水過一走 則是最難的對不對 所以寶傑他們有一個 新的一個坦克戰車 這坦克戰車你看到沒有 它現在有過這個水了 上面是冰 上面是冰 下面就是冰水 直接就下去了 然後大家想說過去的時候 這條車子完蛋了 寶傑你看到沒有 它繼續的踏水如平地一樣 這個車子繼續往前走 然後繼續往前面殺 這都一半還可以往前進 對 往前走 它的輪胎是非常夠力的 不斷的踩著踩著 就繼續的從河床裡面 就直接的 你看到人 都好像快要到水裡面去了 車子還是不會熄火 當然你可以看到它排氣管 是放在最上方 所以差不多 所以我的排氣管在上面 我不會被冰給封住 不會被封住 然後它就繼續 你看真的是屢冰如屢 平地一樣 就往前面就潛過去了 它就可以走過這個冰水 你說這個戰鬥民族 最新的卡車 然後它走雪的時候 我們現在也是因為它的輪胎 是非常的特殊設計的 所以你看它壓雪過去的時候 它不需要加那個雪鏈 直接的就壓過去了 然後直接就走過去了 不用雪鏈也不會打滑 也不會打滑 這是戰鬥民族最新的 然後甚至於走沼澤的時候 它告訴你說 我既然照樣可以走沼澤 也是從沼澤裡面走過去 然後它用的技術是什麼 你看它在走冰的時候 它沒有打滑 繼續往前去 它用的是坦克車的技術 所以它那個輪胎 仔細去看 而且它的輪胎 是比一般的輪胎更厚 更寬大 而且裡面的氣沒有打飽 然後它裡面的胎痕 一顆一顆的 就像坦克車那個履帶塊 然後它的馬力 是一般的同樣的車子四倍 所以它就像坦克車一樣 坦克車的履帶 就爬著就過去了 那俄羅斯 我們還照他們數理能力 特別的強 所以他們還發明了一種車子 這個叫利埃L29001 而且你看這個車子 它在走到水裡面的時候 走過冰的時候 它是幾乎可以浮在水面上 就這樣子踏冰而過 這個就是可以直接過去的 它前面就是兩個螺旋桶 這螺旋桶一樣 一直轉轉轉轉 就幾乎不會浮下去 就半身高的雪地我都可以走 對的 它用的叫做阿基米德的螺旋 這個是阿基米德當時為了打水 所發明的一個螺旋 但是保潔它不是用圓規 算出來的 它是最精密的數學幾何 沒想到這個東西 俄羅斯他們數學牆也把它弄了 所以看到它這個車子裡面 浮在冰上 浮在水上 用阿基米德的螺旋 照樣如理平地 所以我們一開始談這個就是 現在機器人在我們的生活中 應用可以說是越來越廣的 有要想像 過去我們在拍動物都要遠遠的 你只要一靠近 動物就被你嚇跑 要不然就是你有生命的危險 但沒有想到 現在做這麼精緻的機器人 不要說人的動物都被騙了 我們修一下吧 好 基米 我們看到在海洋中 現在居然找到越來越多的新物種 這個非常特別 它居然叫海綿羊 它是闊魚 可能長得像羊一般 我跟你講 我們今天要給大家介紹一些 海底新的生物 而這些新的生物 又都跟路上的動物撞臉 因為撞臉 所以他們都有路上動物的名字 這個叫做夜洋海闊魚 夜洋海闊魚 夜洋海闊魚為什麼 因為它長得有點像羊妹妹 羊妹妹 我跟你講 這是闊魚 它出生的時候是什麼顏色 什麼顏色 全身是白色的 全身白色 它為什麼會身上長得像葉子一樣的東西 它多厲害 你看這次它剛出生全身白 看到沒有 好 它因為吃海藻 吃海藻之後 這個葉綠蘇到它身體裡面 它靠什麼過活 光合作用 它靠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之後 它的這些像葉子一樣的東西 變成綠色了 畢是綠色 它可以不吃別的東西 就靠光合作用過活 這麼厲害 對 還沒完 這麼可愛的東西 現在日本人開始養它了 日本人很愛養這個東西 這可以養 對 可以養 可以當寵物養 對 因為它會變 你看它本來這完全白色的 可以變成這樣子 而且你不必餵它 它自己過光合作用 自己光合作用 你只要讓它能夠曬到太陽 它就可以活了 它就可以活了 所以多絕 但是它是有毒的 它有毒 它有毒 但它毒不是它本身的 它喜歡吃有毒的東西 為什麼 它吃了有毒的東西以後 它居然不會被毒死 它會把有毒的東西的毒素 留在它體內 作為防禦之用 可是很多的毒物就是這樣來的 對 所以日本人很愛 好 其實這個 我剛剛講日本人很愛養對不對 這個是日本人第一名愛養的 海兔子 海兔子 也長得像兔子 好 它叫做細毛海闊魚 這也是闊魚 我跟你講它多絕 你知道它塞在哪裡嗎 耳朵嗎 在那個尾巴 尾巴是誰 它塞在那邊 它看起來毛毛 日本人現在養最多就是這個 日本人給它取外號叫小芝麻 因為它身上點了一點點 像小芝麻 好 那保健我問你 它身上這白毛是什麼東西 是毛嗎 不是嗎 海裡面怎麼會有毛呢 不是 它那個海裡面那個毛 全部是它的感官器官 感官器官 最後我要跟大家介紹一個 火焰烏賊 火焰烏賊 長得像海底犀牛 好 大家看這一定要躲開 你看像不像烏賊 像不像犀牛在走路 有那個犀牛腳 好 它最覺得是什麼 第一個 它烏賊裡面 唯一有毒的烏賊 而且聚毒 很毒 第二個 它是會變色的 真的耶 顏色跟剛剛不一樣的 顏色跟剛剛不一樣 第三個 它為什麼叫火焰烏賊 它在朴石的時候 它的觸角伸出來的時候 會變成火紅色 對 第四個 它是唯一靠行走的烏賊 而不是靠游泳的烏賊 所以現在這些越來越多了 歡迎收看關鍵時刻 午時報 你現在看到的畫面 是在美國加州的墨洛湖 這個是被認為地表最奇特的一個環境 甚至NASA還在這個地方去尋找外星生物 因為既然你只要能夠在墨洛湖環境下能夠生存 你在任何階段的環境 你都有可能生存 甚至你在外太空都有辦法活下去 這個地方到底如何形成的 它為什麼被認為是地表最詭異的環境呢 好 我們今天請到五位來賓 對大家非常首席的抗議大學副校長馬西平 請敏好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航太博士副寧林副老師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網路況的家族學衡 各位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自身媒體黃同夏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自身的攝影機的黃瑞德 大家好 好 人生就是這個在美國家族 一個非常特殊的環境叫墨洛湖 我看到畫面是 你會覺得這個根本不像地球 它是一個神秘區域呢 來看報導 突出地面一個個奇形怪狀的岩柱塔 讓這裡看起來像是外星球 而這全都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宮 這裡是位於美國加州的墨洛湖 生成至少於76萬年前 是北美最古老的湖泊之一 湖水沒有出口全靠蒸發 因此湖內留下大量鹽礦 鹽度是一般海水的兩倍以上 湖內氣體夾帶鹽分上浮 慢慢堆積成岩柱 才會出現如今這般奇景 另外世界一大奇景位於土耳其棉寶 棉寶的名稱由來就是這片白色 如雪如眠的自然景致 在層層相連如梯田的地形中 還有天然溫泉從地底湧出 棉寶的獨特景觀 事實上是石灰岩掩體 流出富含碳酸鈣的溫泉 碳酸鈣慢慢釋出堆積成石灰滑結晶 經過千年累積 才會形成棉寶如今壯麗的奇景 好 雪兒 是 我們剛剛看那個畫面 莫諾湖 它真的像它的表面上 長得這麼詭異 這麼奇特嗎 它只是長得恐怖還是 實際在裡面生活也沒有辦法呢 寶傑 因為這個莫諾湖 是很特別在優勝美帝國家公園裡面 那個很美 它是很美 沒錯 因為它是一個周邊 所有的雪融下來 繪集的地方 它沒有出口 所以幾十萬年以來 它變成北美最古老的湖 而且鹽分跟礦物質的累積 變得北美少見的濃 寶傑 你知道它裡面的鹽度 雖然這是一個內陸 活在國家公園 它的鹽度是海水的兩倍半 鹼性物質的含量 是海水的80倍 80倍 所以你看到這些像城堡 鹽度是兩倍半 鹽度是80倍 是 所以它裡面的礦物質 濃度非常非常的高 你看到的這些 像是城堡一樣的累積 其實是當初這所有的水面 都在整個湖面以下的時候 它就像我們看到的逆轉 所謂的鐘乳石一樣 結晶 對 當你有結晶 寶傑 你看 這裡面有結晶 然後慢慢... 它就開始長出 但這中間可能要幾千年 甚至幾萬年 這個是動畫讓它成長的經驗 對 但問題是 1940年代開始 加州開始抽它的水 因為加州缺水 他們把這個抽完之後 再把它淡化當作生活用水 所以整整降低了 大概接近100尺左右的高度 那所以到後來1994年的時候 他們通過說要保護這樣子的 特殊湖泊 才停止抽它的水 但為什麼這些 這個累積出來的 岩石城堡會露出來 是因為水被抽掉的關係 正常來講沒有水 它不會做結晶的累積 所以才會有現在畫面上 好像岩石跟沙漠出現的 怪石一樣畫面 那為什麼剛剛講的 除了我的岩分是海水的兩倍 我的淺度是海水的80倍以外 它有哪些極端 你不可理解的環境 因為NASA把它變成是一個 探測外星生物的據點呢 寶傑 當初NASA還特別為了 這個地方的一種細菌 GFAJ-1開了一場記者會 寶傑你知道六大元素裡面 其中有一個是0 那底下你在化學周期表底下 就是生 生是劇毒 生是非常大的毒素 因為它跟0很接近 所以當你取代磷酸鹽系列的時候 你的細胞會因為生 不穩定 不安全 會讓整個細胞崩解 所以傳統上我們就認為 沒有0的世界是不可能有生物的 可是問題是科學家 從這一個極端生態環境裡面 也從莫諾湖裡面提煉出一種細菌 而且在培養的過程當中 完全不給它任何的磷酸鹽 只給它生酸鹽 照說生酸鹽應該是劇毒 但沒想到在這種強迫之下 這個細菌竟然活下來 而且活下來之後 生酸鹽竟然融進了DNA裡面 也就正常來講 我們以為這個細菌會被毒死 但沒想到它培養出 截然不同的生態之後 太空總主說 等等 這事情很重要 因為我們發現 竟然生酸鹽可以變成 生物DNA生存的一部分 表示搞不好地球上 或是某個外星會有一組 以生酸鹽為主的生物存在 因為這個地方 它富含著各種太酸鹽 它有磷 它有生 它有硫磺 這邊你能夠在這個地方 生存的生物 你就能夠適合所謂的極端環境 沒有想到他們拿來做實驗了以後 還真的可以再生 吃生來活下去 抱歉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 生對任何生物都是劇毒 所以以前的觀念都是 生或是生酸鹽的系列 只要進到細胞 會因為它跟零很接近 當它取代零酸鹽的時候 把細胞會毒死 但沒想到 當你從沒落湖裡面 找出一種細菌 已經習慣沒落湖之後 生酸鹽竟然可以變它生存的 重點的一部分的時候 以後我們要探測生物 就不只有零存在的星球 所以剛剛講的 墨路湖雖然在加州 雖然在優勝美帝 可是它卻是地球上 最極端的環境 而且在英國跟世界各地 我們還找到神話傳說的源頭 保潔林以前講蛇法女妖 人看到它會實化 但沒想到這種環境真的存在 在英國的北約克郡的 納爾斯伯勒 這有一個實化景 你把任何東西丟進去 它都會變成實化 因為據說裡面的 這個相關的礦物質 因為太濃 所以任何東西丟進去 也就是你看這畫面 當地人還特別把一些 莫名其妙的什麼罐子 耳機什麼東西掛在那邊 讓這裡的水淋過之後 真的外面就被相關的岩石 或者是蓋整個覆蓋住之後 他們都說 這地方是不是受到詛咒 全部都蓋化 都實化了 但保潔 這個英國這個地方 還是比不上東非大裂谷的 納特隆湖 那個地方才恐怖 那個地方恐怖是 它有活體生物 會在那邊活生生的實化 保潔 你看 這是真的在湖邊攀道的生物 因為這裡底下 整個湖面是強減 大概跟鞍水差不多濃 而且溫度會高到50度 所以這些飛鳥 因為它的湖面很漂亮 你看跟鏡子一樣 它一衝下去 它覺得這裡好像是天空 它搞不清楚它衝下去之後 第一個 50度很燙 第二個 鞍水有強烈的減性 所以它等到跳出來 站在這個樹枝上面的時候 它已經被活活燙死 跟被減水淋死 你剛剛看到是真實的生物 而且這完全是一個死亡陷阱 所以當它衝下去 又被燙 又被減融化之後 那個湖裡面的礦物質 就包覆在它身上 真的讓它變成實化的屍體 也就是我們現在在地球上 這裡有看到很多 你不可思議的地方 寶傑 你甚至沒辦法理解 你知道亞伯塔斯曼國家公園 是在紐西蘭 紐西蘭你在那邊玩 你會這個可以在附近泛舟或潛水 但你看到這個蘋果鹽非常的奇特 它看起來像是一顆圓形的大石頭 但中間裂開來 被劈開了 而且重要的是切口非常的平整 那你說這是自然產生的環境 很難解釋 除非你有水刀 而且它在海邊 你海邊不可能有這麼大的浪 可以讓它整整從中間被劈開 所以當地的傳說是 有兩個毛利人的神 為了搶奪這個價值連城的圓形石頭 所以憤而把它劈成兩半 所以我們看到那個人在旁邊 你就比例 你就知道這個石頭有多大 這麼大的石頭 居然可以從中一劈兩半 而且寶傑 最重要 如果它是海水的侵蝕作用 或者是巧奪天空的被滴水穿沿 你不該看到兩邊是平整的 但問題就是這個平整的程度到 海水甚至沒有像我們剛剛講 在上面留下沉積的鹽分 或任何的侵蝕 所以很多人講說 除非有外星人或真的有神明存在 否則沒有辦法解釋蘋果鹽 到底怎麼整齊的裂成兩半 好 同學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了 長白山出現一個非常奇特的景象 我們看 這一個一個都是木炭 這個木炭 我們帶在全世界只有這個地方 它的木炭是用種的 它的木炭是長在離土裡面的 是用挖掘可以把木炭給挖掘出來 是的 這個在長白山那邊 壓綠江的上流這邊 它叫做長白神炭 長白神炭 什麼叫 為什麼叫神炭 保健 叫炭 一般來講我們要告個窯 對不對 要用高溫的 然後要隔氧 然後才能夠做出來 然後好的炭 像備長炭的話 要980度到1100度 然後你才會脫水 然後成一個好的炭 一根一中斤大概到150到200塊 可是在這邊 他們獵人打完一隻鹿之後 就到這個地方 這個叫炭癌 這炭癌裡面 用土裡面挖大概兩丈之後 就會挖到這個神炭了 神炭拿出這邊一根 像我手臂的一根 它的效率之好 輕輕一點就填火燒起來了 然後燒起來之後 而且保健它是冒的是白煙 它不會那種污染的黑煙 然後那隻鹿 所以你說它燃燒非常完全 才能冒白煙 可以講說 炭是不可能自然形成嗎 炭一定要用人工嗎 炭一定要把它等於說是搖燒 它要去蒙 把它的水分逼出來 才可能變成炭 是的 我們一個非常好的木頭 你要把它做成炭的時候 第一個一定要隔氧 因為如果有氧氣的話 它就開始燃燒掉了 這個氧化 所以你必須用一個高溫 但是你外面把它 要用氧氣不能進去 所以我要把外面做一個磚窯 把它給控在裡面 扣在裡面 而且你溫度要控制著 非常精準 而且保證到速度要很快 所以我要在外面這樣子門燒 才有辦法做成炭 對 而且速度要很快 而且好的炭 好像它中間是一粒一粒 非常均勻的空隙 因為你要把它的水分給脫水 你要脫水之後脫水碳化 才會成為一個好的炭 所以一般大自然裡面 你不會有 因為大家有人工的方法去做的 你說我這個 雖然我要做一個木炭 是要在一個精密環境控制下 才可能燒製而成 對 可是這邊這神奇的地方就是說 他們當然想說 有人說會不會是因為 長白山的火山爆發所造成的 可是保證呢 你說這個地方 我的木頭弄在地上 當長白山的火山灰弄下來以後 天然變成木炭 有人是這樣說 可是科學家特別去看的時候 因為他是從1991年 開始大量的又重新找到這一些 1991年才看到 對 然後後面才去翻資料 發現說是康熙 41年4月的時候 而且保證這個情景是非常奇特的 突然之間長白山並沒有大爆發 而是說長白山可能只有噴氣 可是他噴的氣 一般來講噴氣 溫度不會這麼高 剛剛講的980度 要到1100度 你噴的一般的噴氣 不會這麼高對不對 可是他們噴氣的狀況 當時的限制記載是非常奇特的 天空突然從50開始 突然灰暗 然後又突然 從大白天中午開始灰暗 灰暗之後又變次黃 交替的在變化之中 然後其味如腥臭般的臭 然後這樣直到四根 這樣一個味道才沒有了 然後四根 到半夜才沒有 才沒有 到半夜三 四點才沒有 對 可是如果是一個噴發 但是並沒有 整個天遙地洞的記載 然後到了第二天 又重來一次 竹竹來了兩次 然後兩次之後 他們就到了這個地方發現說 整個山上保證那土還在 上面的樹林也還在 可是有人就是想要去啃植 或者挖人森 挖到兩帳的時候 撿到一塊 我剛剛撿到一塊一看的時候 奇怪了 一點起來 就像講的 唐台神炭就產生了 就燒起來了 就燒起來了 而且它的燃電 比一般的木炭還要來低 而且它的燃燒 比一般的木炭更完全 而且大爐核爆 要兩個人才能夠把它爆了起來 一棵樹 整個都被燒進去了 小爐手握 手握的地方 這就很不均勻了 而且如果說真的是影響 整個被覆蓋對不對 那整塊區域裡面 統統變成這個神炭 對 都變成神炭 可是沒有 它是有挑選的 有些地方有 有些地方的樹木還是樹木 然後上面有些草 也是一樣被燒掉的 所以為什麼會有一個 會特別挑選的 而且第二個 如果是長白山的火 這樣子噴下來蓋住的 我覺得至少表面上 應該都是這些探望 對 可是剛剛講的 都在落地兩帳上 才挖得到的 所以表面反而沒有 表面沒有 要在落地兩帳以後才有木炭 對 在兩帳裡面的時候 現在你看到這些事情 很多人去挖 挖出來的 它在落地兩帳以下 地底下才變木炭 才變木炭 那當然要符合高溫 絕氧對不對 可是那保潔 如果說上面的溫度 是1100度的話 那上面不就是像一個高溫燒過去 那都是泥土的話 那應該磚化了 應該像窯了 沒有 這還是泥土 還是黃土 泥土沒有任何改變 對 表面泥土沒有任何改變 可是三帳以下的木頭 變成木炭 就變成木炭 所以這個神炭是如何誕生的 現在為止 可惜他找不到一個合理的解釋 一般來講 過去的時候火山噴發 會有火山碎屑流 把你給蓋住 所以很多地方會發現石化木 化石的森林 那個是因為樹木被蓋到裡面之後 裡面的有機物質 木質 慢慢被分解掉 然後裡面的礦物質 像矽這些 會慢慢的滲透下去 滲透下去 所以大概要有一億年或兩億年 你會減到說 一根木頭看起來還是木頭 對不對 可是你敲起來輕輕空空了 像金屬一樣的堅硬 那個部分 其實它是被替換掉的了 可是它被石化了 變成化石了 對 全世界在火山區裡面 還沒有找到說 像長白山這樣一個碳化木 這個神炭 而這個神炭 而且保傑他真的就是 我輕輕的用火種一點 立刻整個面是均勻的燒起來 所以我剛剛要烤一隻鹿 我放到它上面 我打碎幾片放在那邊 直接那塊鹿 很快的 大概一個時程左右 你就可以把它燒透了 而且沒有灰煙 沒有黑煙 人在那旁邊的話 二氧化碳的成量 他們去測量 也比一般的碳還要低 這麼好 這麼好的碳 你說全體叫最好的碳 居然是這個長白神炭 對 比那個被長炭還要好 真的假的 所以沒人知道說 它到底是為什麼會發生這個狀況 而且更奇特的是說 過去的時候 長白山講的 它在六萬年前有噴發過 在唐朝的時候有噴發過 可是康熙41年 並沒有噴發的劑 大噴發 並沒有火山大爆發 那你這些高達這麼高的溫度 980度度 1100度 從何而來 目前為止 沒人知道它的來源 好 那麥克平 剛剛講到的 當長白山 現在找到這種 地下的長白神炭 是非常詭異的事 你沒辦法知道說 它怎麼製作的 因為那第一次是 目前來講 要人在非常極端的控制之下 才能夠燒出木炭 大家講說好吧 如果是火山灰 可是全世界這麼多的火山 為什麼只有長白山 這個地方可以把這個木炭 把這個木頭燜成木炭呢 長白山還有什麼詭異 全世界有太多怪獸出現了 我心目中第一名的 是天池水怪 長白天池 好 現在大家立想 憑什麼它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 我跟你講 它是所有怪物裡面 第一個被官方證實存在的 第二個 官方證實了 第二個 證實存在以後 它的生存就變成非常大的謎 我們來慢慢跟大家講 好 長白山的天池 是全中國最深的 最高的 最冷的 最大的一個湖 第一次看到的水怪 是長白山自光緒 29年的記載 光緒29年 對 那現代人看到的 第一次是1962年7月 1962年 而且看到不是一隻 是兩隻 在那邊打鬥 長白山有兩隻水怪 對 兩隻水怪 最覺得是1978年8月 居然看到這個水怪 可以上陸地 跟鐘熊一樣的 它是兩棲動物 給大家看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不是一般人照的 這是誰拍的 這是官方的天池水怪 觀測站拍的 觀測站拍的 這是官方 那就絕對不是偽造的 是 那官方最後得的結論是 證實天池有水怪 好 這所有世界水怪中 第一個被官方證實的 尼斯虎 官方啪弄了一大堆 但官方告訴我 沒有證實 沒出來 好 那證實有水怪有什麼奇怪 第一個 我跟大家講 這水裡面 是沒有生物的 廠牌真的天池 廠牌真的天池裡面 是沒有生物的 真的 沒有生物它怎麼生存 這麼大的水沒有生物 你說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太年輕的這個湖 它是1703年火山爆發才形成的 1703年火山爆發才形成的 所以它是火山爆發形成的一個湖 因此它不會有遠古什麼怪物 遠古生物 什麼龍什麼都不可能的 因為它太年輕了 第二個 它這裡面沒有生物 因為它太冷 而且它又是火山 是喔 對 裡面沒有生物 沒有生物 怎麼可能 沒有生物怎麼可能有水怪 你怎麼養這一隻水怪 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注意喔 它常年是冰封的 它常年冰封 它冰封之後 這個水怪到哪裡去了 它怎麼活 它吃什麼 它活什麼 這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就是 來 你知道 這個長白山總有乾旱旗 或是多雨旗對不對 不管是乾旱多雨 它的水平面從來沒變動過 沒變過 對 可是我們講的 雪來了 雪融了 那水位不是會調整嗎 會調整對不對 它沒改變 我跟妳講 它就在有官方的觀測站 發掘到水位 一直就在這個地方 永遠恆不變 好 恆不變 這個就科學沒辦法解釋了 當然現在就有一個新的講法 說它跟別的地方 有一個神秘的相通 它地心相通 對 相通之後 這水位就保持一致了 因為這個水它有洩出口 但它沒有流入口 真的假的 對 因此跟別的地方相通 就能夠解釋水怪 它為什麼能夠生存在那裡 它從別的地方跑進來玩一玩 又跑走了 又跑走了 但是這個科學家 完全沒有辦法證實 所以長白山的天池水怪 是我心目中最怪的水怪 因為第一個它被證實了 第二個它實在是沒辦法生存 只有它一個生物 好 長白山除了有天池這個水怪 你看它拉的這個線 這也是被拍到的 這被拍到的 這太明顯了 水怪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還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長白山還有一個地方 叫做乾飯池 乾飯盆 乾飯盆 乾飯盆太詭異了 你走到裡面出不來的 對 這地方是什麼地方 它比迷魂當然還可怕 它叫做乾飯盆嚇死人 壞人進去就斷氣 好人進去就驚魂 好 這個地方 我跟你講太詭異了 第一個它為什麼叫乾飯盆 為什麼叫乾飯盆 它很低 乾飯盆就是一個低谷 是 它低谷應該積水對不對 沒有積水 沒有水 它叫乾飯盆 乾的 乾到沒有水 這第一個太恐怖了 所以導播我們從空拍下 它就像一個飯盆一樣 對 可是它是乾的 它是乾的 不會積任何水 第二個它是 就是骨中有骨 盆中有盆 9981個盆 9981個盆 對 所以它奇怪 怎麼會有這樣奇怪的地形 第三個 進去之後 所有羅盆 手機 所有的信號 全部失靈的 對 不懂為什麼失靈了 第四個 它是一個很低的盆地 所以它是從海裡面生起來的 但是它沒有海水沖沙的痕跡 沒有這個青苔覆蓋的痕跡 你說它這個從海裡面泡出來 對 可是海裡面泡出來 沒有跟海子任何東西 沒有任何的關係 連海水沖沙的痕跡都沒有 而且它 連時光亮如鏡 好像人工打磨一樣的 這連時像打磨過的 對 打磨過 就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子 好 吉林城市晚報三個記者 不相信 進去 失蹤八天七夜 後來整個收救隊伍進去把他們收救 他們說 不管是往前走 或是往回走 最後都走回原點 繞不出去 繞不出去 左右要 然後他們在裡面看到一個石鎮 裡面就有石鎮 我不曉得 人工擺了一個石鎮 石頭所做的鎮 而且空中看 我剛剛講了 空中看沒有任何地方 9981盆 對 他們說像八卦鎮 真的假的 對 但這個八卦鎮不可能人工擺出來 對 老天擺個八卦鎮吧 更絕了 這個城市晚報三個記者 一出來之後你知道發生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 第一個他們說進去的時候 所有他們有帶 什麼GPS啊 羅盤啊 籃子啊 全部都失靈 第二個 他們手機要求救啊 是 一打開 亂碼 手機是亂碼 手機全是亂碼 原來東西全部不見了 就亂碼 第三個 他們有拍很多照片 然後手機有拍影片 是 結果那些數位相機的照片一打開 全是花的 手機的影片跟照片一打開 一拍拍不出來 全是亂碼 究竟什麼東西搞成的 你說這裡磁場異常 那不會照片影片都是亂碼 所以乾飯盆最詭異的地方 現在科學家都沒有辦法給你們一個答案 好 方老師 你先幫我們帶來很多貝加爾湖的影片 沒有想到在幽浮出現的地方 貝加爾湖是最多的 姐好 我現在要講這個貝加爾湖 這個影片我們其實以前也講過 但是我這個影片不一樣 這個影片是今年1月1號 也就是去年年底到今年1月1號 美國YouTube上新的一個影片 這個影片 通通都是從太空裡面看貝加爾湖 通通都是從NASA的檔案裡面 來求證貝加爾湖裡面 那個兩個預言到底是什麼東西 你說從NASA的影片來找資料 所有資料都是NASA上的資料 我們來看 他首先第一個告訴大家 先把一個結論告訴大家 這個UFO有50%是跟海有關係 真的假的 那15%跟湖有關係 我們有一個優惠中天上 它是跟海有關係 對 都是很多都是從海有 跟水有關係 是 那麼現在我們可以從地球的遠挑 這完全是人道未經照 地球的貝加爾湖在這裡 你可以看 它從ROOM ROOM慢慢拉 慢慢拉 對 你看 這是貝加爾湖 貝加爾湖 OK 是貝加爾湖 從貝加爾湖慢慢地拉 然後這個裡面 貝加爾湖是最高的淡水湖 但是呢 美國的大湖區也有個淡水湖 但是那只有15000年 這個呢 有2500萬到3500萬年 3500萬 所以不能比 所以這個是又大又深又老的淡水湖 所以說很多神秘的東西都在裡面會有發生 好 我們現在呢 我們再這個稍微跳過去看一下 然後這是ISS人造衛星看到的 現在ISS的太空人在2009年4月23號 經過西伯利亞散空的時候 這個時候高度是354公里高 它從ROOM抓過去 抓到這個你看 很標準的一個圓 對不對 美國的太空 就是因為這個太空人 他發現到這個現象以後 他特別找了其他的檔案 1994年4月STS-59的Shuttle 跟1985年STS-51B的Shuttle 通通有資料 都不在同一個位置 不是同一個位置 它在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位置 都拍到這麼巨大的圈圈 巨大的圈圈 不只剛剛你看很清楚 現在他就抓了兩個 對 跟你講 表示說這個圓圈圈不是 一個在這邊 只有一個 一個在這邊 所以從這個資料來看 他們就討論了 這個圓圈 基本上有5公里這麼長 第一個 你 How who and what 怎麼產生 由誰產生 產生的現象是什麼 所以他們說 這可能是一個 Heat Ring Heat有一個熱環 這個熱環 從下面把冰融化 把冰融化了以後 造成這個現象 所以說2009年的4月15號 你看很明顯 這全是人造物已經拍到的 已經開始裂了對不對 都是夏天拍到的 所以表示說 你看這是俄國的資料 俄國的資料 然後這個裡面 是俄國跟NASA 因為ISS上面兩種都有 然後這個太空船 基本上來講 它說現在有三種理論 第一個理論 就是有某一種東西 把水暖化 使熱水上升 然後到表面是冰的 對不對 把冰這個融化 融化了以後 為什麼會成圓形 對 剛好成圈圈的 所以他們就說 這種情況 還有一個就是甲腕 火山 第一個是火山噴 但是這個下面沒有火山 沒有火山 因為是淡水壺 所以說它說 可能是沉積物 這個沉積物 因為有2500萬 到3500萬年之間 好多甲腕 所以很多沉積物 把很多屎魚 東西全部埋在下面 但是這個甲腕也沒有這麼多 多到足以讓它產生 這種融化的熱量 所以這個1982年 它這個檔案解密 它那個水下面 發現了很多 不明飛行物體的怪光 而且曾經 其實還有怪光 我們曾經講過 但是沒有講那麼清楚 就是有一組軍方的潛水人員 在下面作業 因為貝加湖是他們 最大的淡水湖 他們俄羅斯的海軍 在下面有很多秘密作業 在作業的時候 在水下面一段距離 大概是 它這個資料沒有寫得很清楚 在蠻深的一個地方 它發現到有發光 你看這個就是它下面 在下面有發光 然後有一組穿著銀色的衣服 而且這個銀色的衣服 有點像長得像人一樣 這個東西在下面 遊走 剛好跟 你看這個是他們發現的光 然後發現了以後 因為是軍方 馬上開始要攻擊 開玩笑這時候 我的地盤 攻擊了以後 軍方死了三個人 軍方死了三個人 狼狽而逃 所以人也沒有抓到 這個東西也沒有抓到 但是就把這個資料 變成classified的資料 你說對付那些銀色衣服的人 完全沒有抵抗力 你看他們 假設看到 看到這種東西 在水下面 而且會發出光 光線剛剛已經看到 這是他們剛剛照到了 所以說 這種現象 就是因為三種 第一個是水下的火山 他們下面沒有火山 第二個是假碗 沒有假碗 所以最有可能 就是這個東西 百分之五十 是來自海裡 百分之十五 是來自湖裡面 而且這個湖裡面 貝加爾湖就是首選 為什麼 2500萬到3000萬年前 根本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他們 假設他們看到的 然後下面你看 通通都是有光線在下面 所以說 這是貝加爾湖 圓圈目前解密的 一個可能的原因 好 那佛老師 另外幫我們帶來就是 火星又有新的發現 你可以看到 第一張是在高精度的相機 拍到它整個的火山裡面 你看了沒有 這個水的形狀 這個是水的形狀 這是第一張照片 第二張也是 Curacity著陸的附近 也是用廣的鏡頭 看它的火山坑 看它的不同顏色的形狀 然後它蓋耳坑 第三個就是說 它在一個很特殊的地形 也是一樣 你看有火山坑 有零零 這個全是水切的痕跡 這一張就是 Opportunity 機會號拍到的地方 注意到 機會號這個地方 將來可能就是 2020年可能要著陸的地方 因為它已經摘過一次 歐洲太空總署 招了一次 這個是西班牙文 所以說歐洲太空總署 它用各種不同的文字介紹 這個是機會號介紹 你可以看到它顏色 這邊是這個顏色 這邊是這個顏色 寶傑 這個裡面通通都是 豐富的礦產 因為它反映出來不同 保健人記住 昨天我們赤鐵礦 是紫色 是赤鐵礦 這一張也是 Curiosity 號集號 再注意看 它慢慢慢慢 這是登夏普山 你可以慢慢慢慢 夏普山的遠端 這個是登夏普山之前 它從山下面 有好幾層 最下面 就像美國的西部 中間那層赤鐵礦 紫色 再上面是黏土層 慢慢慢慢 你看高 這上面就是黏土層 這個是有點帶紫色的山 這個是上面 全都是黏土層 這個也是2020年 就是剛剛說 它要登陸的一個地方 然後它現在用顏色 叫Muslim Valley 再看 這個地方 稍微停一下 有水流生的嗎 稍微停一下 稍微停一下 這個地方 不但是有水流 而且它有不同的礦物質 根據它 它有各種不同的顏色的照相機 來看它的波段 來看這個顏色 從顏色來判斷 這是什麼礦產 甚至它可以知道它哪一層 所以這個水切割了以後 表面上看是水切割 第一個是有水 第二個看它的礦產 在什麼地方 好 下一張 這是機會號 也就是我上次講過的 在赤道附近的地方 這也是機會號 看到不同的岩層 不同的岩層 然後它那個石頭 有不同的石塊 這個地方 等一下我會介紹一下 它在火星上的位置 先影片看過去 這個機會號看到的地方 這是它從彩色拍 用彩色的形狀 剛剛是 你看它的顏色 你看這個地方 大小的顏色 這個就是上次講的蜘蛛形狀 我講過 蜘蛛形狀 它是用MRO 從高精度的地方來照 你看它的變化 它的變化 所以這個地方是固體的 所謂二氧化碳的水冰 形成的現象 這個就是它在表面上 這是高空看 也是由細部看 你看它的顏色 切割的不同顏色 代表不同的礦產 這張很有意思 你看它顏色的對比 這個地方可能會有什麼東西 不但有水 而且有微生物 像這種東西 在Helios Planet 西北方面 水河的氧化席 所以表示說 這個地方 變化的形狀 剛剛講了 我們以前不是看到很多植被嗎 主要就是這一塊 所以這個影片裡面 就是這一塊 我剛剛提的地方 它還沒有做其他的解釋 那在科學的證據 發現多了以後 我們才可以解釋 就跟這個蜘蛛產生的形狀一樣 我們知道它是固體的水冰 那麼下一個你看 這個它已經露出來了 這個地方的形狀 就有點像這個形狀 在Helios這個地方發生 而且它產生的東西 很可能就是有很多其他的水 而且有其他的養分 為什麼 未來的生命 很可能跟這個 就是重要的證據 好 那 許賀 我們常常講說 不怕省一般的對手 就怕租一般的隊友 是的 寶傑 不管你在當兵或日常生活裡面 你必須要擔心的就是 你身邊的人到底像不像樣 寶傑 你看這個很誇張 你不是說瞄準的時候 就應該不要突肩 結果光是一個射擊後座力 就足以把你打翻 這太誇張了吧 不是 我覺得 你看這個 仔細看 這個是步槍對不對 你看整個人還摔倒 我沒辦法想像 這個部隊的基本訓練 到底在幹嘛 好 寶傑 你看訓練 如果不落實 丟手榴彈都丟不出去 你看沒有 如果不是因為教官動作快 他可能差點被炸死 這個是最害怕的一個場景 你丟這個摩塔 破擊炮的時候最怕敵火 沒有完全點燃 所以他飛不遠 你看到沒有 整個就在附近就掉下來 全部人都跑掉 因為那個炸開來不得了 要你秘 那甚至這應該是反坦克 或是APILUS火箭的時候 真的射擊要小心 好啦 你說在艦隊的時候 會不會遇到問題還是會 他的飛彈沒有射出去 那更重要的是 很多拿火箭彈的人 會沒有意識到 他的後座力到底有多強 那在這個案子裡面是 他根本射不出去 所以全部人都要落跑 甚至你看 在座 你看這真的很慘 坦白講 很危險 所以你看到在船上 這應該是魚雷 他射出去的時候 你看挫賽 所有人都趕快往外跑 因為根本沒有射出去 那怎麼辦 你不知道他前面的那個 他會不會躺炸呢 他已經不是躺炸的問題 如果他後面敵火開了 然後前面的那個隱性已經 可以爆炸的時候 真的很危險 那像這樣的狀況 那就更別提 你的直升機連起飛 都不順利的時候 很重要的是 以前海豹六隊 就因為直升機被人家打下來 造成很重大的傷亡 所以在軍隊 基本訓練很重要 你看這是一個女兵 因為她手太滑 不知道是流手汗還是怎麼樣 所以她的手油彈 其實沒有丟出去 那這同樣也是反坦克武器 在發射的時候 是不是瞄準了對不對 所以鏡頭還跟著移過去 要看他射出來的 非常英勇的姿態 但沒想到射不出去 我們不知道那個畫面後面 到底怎麼搞的 其實應該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情 好 另外我們就看到 有很多的搬貨 也會出現很多奇怪的狀況 盛德寶傑 最近你要看到的就是 搬貨其實本身是很危險的 如果你的搭菜沒有堆好的話 你看這些應該是啤酒 全部都完蛋了 好 有的時候 我們要卸很重的東西 不是單純只動你的車子就好了 你這樣子做真的很危險 因為它底下那個沒有拴住 所以當它車斗伸起來之後 東西就直接摔出去 更別提這種車子 在車上搬運的平板車上 根本沒有固定好 所以你的平板車一動 車子往外掉 那就慘了 所以這邊我們要講的是 快遞有的時候 你不能怪送貨員 是因為整個設計本身很危險 你看到沒有 剛剛那個板車 根本沒有辦法弄到 足夠安全的重量 而你在做搬家的時候 這類櫃子其實本身很危險 因為它的重量又不平均 又容易造成你摔倒 所以這是非常危險的搬運 現在中國大陸的河南信陽 也就是在戰國時候 韓國的領土居然找到一把劍 它的劍鞘都已經爛掉了 可是沒有想到 當劍拔采送 寒光四射 我們看看吧 戴起手套 因為接下來要拿的 可是真會文物 這把大寶劍 是距近兩千年前 戰國時期的寶劍 還帶著劍鞘 考古學家 小心翼翼拿出寶劍 大家同一個動作 都是沾手套 哇 這把劍有 你看你看 這把劍 抽出寶劍的剎那 劍還有韓光 讓人嘖嘖稱奇 而這把寶劍 是在大陸河南信陽出土 上個月18號 考古團隊從戰國大墓中 找出這把寶劍 讓很多考古學者驚豔 除此之外 墓室裡還有眾多器物 像是青銅兵器 車馬器 逃頂等等 不過最受矚目的 還是這把大寶劍 尤其是劍出鞘時 反射的韓光 連學者都驚訝 東三新聞大陸中心 綜合報導 好 剛才講 那把劍已經在土裡面 放了2000年 拿出來的時候 他的劍鞘旁邊都已經爛掉了 可是沒有想到 劍的本身完好如缺 這個是在12月13號的時候 才發現這個墓把它打開 然後裡面有很多青銅器 然後最後看到是 有一個破爛的劍鞘 然後都爛了 然後爛以後 發現說這裡面可能有一把劍 然後這是古代的 戰國時代的韓國所在地 韓國 所以大家就想說 這把劍 傳說韓國的兵器 是天下最利的 大家想要檢查一下 是不是真的如此 所以寶傑你看慢慢抽開的時候 所有人在看這個畫面的時候 都嚇了一跳 怎麼樣 因為你看前面都已經爛成 這樣子對不對 對 慢慢抽的時候 突然一個藍色的光芒 大家眼睛一閃 韓光閃出來 韓光閃出來 寶傑你看這個劍 2000年埋在土裡面 甚至還沉醉水泡過 竟然還這麼的光亮如新 韓國的劍有這麼厲害 大家都嚇到一跳說 韓國的劍竟然也這麼厲害 而且寶傑大家才想到說 也許這就是解答了 為什麼當時韓國人最少 土地最小 因為夾在列強之中 竟然也可以並稱戰國七窮 它真的是當時最厲害的 軍火工業的一個國家 你說當時韓國的軍火工業 獨步當時 是的 其實當時韓國 寶傑說韓國 當時它成立了之後 它滅掉政國之後 搶下了一個地方叫做夷陽 夷陽這個地方 到目前為止 還是中國的重要的一個礦產區 夷陽 夷陽矿區 到現在主為止 中國發現說它有35種礦物 有85個地方是有可以採礦的 裡面35種礦物裡面 金屬礦有22種 所以有金銀銅鐵 鉗 錫 鐵 各種都有 然後我們非的 非金屬礦物裡面 寶傑光煤就有4.2億噸 所以當初韓國 搶到這邊的時候 生不害變化之後 一堆人全部去做軍火工業 它的材料也有 人員也有 所以它做出來的軍火 當時的書寫是想說 天下的強弓禁辱和利劍 接觸於韓國 這有這麼厲害嗎 真的是強弓禁辱 還有利劍接觸於韓國 那書寫就有講過說 比如說他們的最後的強弩 而且他們的強弩是連弩 連弩是什麼 可以連發180 而不會停下來 100發 而且是600部之內 可以直接貫穿盔甲 然後如果往近 它到百步的時候 是貫穿盔甲之後 直接不是打到你的胸骨而已 插中心臟 它的力氣是非常強的 而它的刀當然雖然還是有點鐵氣 可是還是以青銅刀為主 青銅刀劍戰草上一砍的時候 鑽式的盔甲是會這樣切開的 在路上可以斷牛斷馬 在水上可以斷絕大焰 這都是當時書寫講 他們的兵器做到這麼厲害 你說韓國可以在戰國清雄 有一席之地 是因為它的兵器太好了 它的兵器太好了 因為它的物產又多 然後人員又多 所以是整個軍火工業最強的地方 青銅劍有一個局限 現在青銅再怎麼拉的時候 你大概就是越王勾艦艦 是目前找到最長的56公分 你說越王勾艦艦是青銅艦裡面 最長的56公分 目前除了行駛黃寧之外 大家都一般來講 從來沒找過比越王勾艦艦 更長的56公分 因為你再長的時候 那個青銅就已經會斷掉了 會斷折了 你沒辦法做長的 所以當時就覺得說 你能夠韓國做到這樣一個地方 600部就可以直接貫穿盔甲 應該很強的 但是沒有想到周圍有一個國家 有個會神秘的一個科技 他把青銅劍的這個天顯給突破了 他可以做到91公分 誰 一寸長一寸強 秦國 所以秦國第一個滅的 就是你韓國了 你就是在戰國七雄裡面 韓國本來是兵器第一 可是沒有想到 秦國居然有一個神秘的力量 去改造他的寶劍 讓他的青銅寶劍突破56公分的障礙 是的 寶傑正在一個死黃裡裡面 冰麻油裡面到現在為止 已經找到了19把的青銅劍 長86公分到91公分 然後裡面有一隻讓全世界最驚訝 當時找到它的時候 上面好幾尊的冰麻油倒下來了 所以這把劍寶傑它是被壓到的 壓到之後 而且是被這樣子壓到 像一個U字型 一個45度 然後45度大家想說 這把劍毀了 把它一搬起來的時候 這把劍就立刻了 恢復正常 恢復正常 而且鴿子可以鴿26張 還非常的鋒利 因此帶著叫秦王劍 不過補充一下 他並不是秦始皇 真正身上配的那支劍 他只是冰麻油裡面的 19支的其中之一 上面都寫的是呂布韋打造的 是一般士兵用的一個兵器 就已經這麼厲害了 你說我連陪葬的寶劍都這麼厲害 對 而且還不是秦始皇的 因為秦始皇的地宮還沒有開掉 所以這原來一般的兵器 都做這麼厲害 為什麼做這麼強 後來去研究的時候 發現說當時的時候 他們有奇特的一個工藝 整把劍上面 總共有八道的零劍 八個零劍 所以一個劍有八個面 這個八個面裡面 而且劍身還不是整齊的厚度 厚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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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的去做一個調整 因為我有這個地方打出去的時候 所以我一把劍的表面 有很多的突出物 這個突出物總共 我有八個裡面 八個面 而且八段 然後就有厚 然後變薄 又厚 又薄 又厚 又薄 因為這樣子我出去的時候 我拉出去的時候 有的地方同席比例比較高 那個時候它的硬度比較強 我可以做一個劈感 有的地方同牽比例比較高 它的韌性比較好 所以它就透過這樣子 八道零線 然後厚薄 厚薄 厚薄 竟然可以拉到86公分到91公分 這麼高 而且更奇特的是說 他們剛剛講的 同牽比例厚薄 厚薄 厚薄 發現每個地方都還不一樣 什麼叫每個地方不一樣 就是比如說我在最底部的時候 我比較厚 可是在上面的時候 我比較薄 可是在上面的厚 又跟最底部的那個厚 是不一樣的一個過度 你說我但寬仔不同 我連厚薄都有個變化 然後每一段的同席同牽比例 也通通不一樣 所以他們簡直是對於那個 劍打出去之後的一個工學 力學分析得非常的清楚 算得非常精細 你說在史黃林的十九把寶劍 都是這個樣子的 都是這樣子 所以大家嚇了一跳 也變成現在是整個中共最大的機密 好 那麗品 剛剛講到的在製劍上面 在台灣現在有一個最重要的事件 是這兩天的報導說 他當時幫立安去打造了那個清明劍 但你說更詭異的是 原來台灣的政治領袖都有他的寶劍 現代最重要最鋒利最厲害的幾把劍都在台灣 都在政治人物的手中 哪一天拿出來給大家亮亮看 好 這幾把劍決定了台灣人的命運 決定了台灣的國運 這些劍跟台灣有關 好 我跟你講 我們先從劍開始講起 你知道古代神秘的鏈劍術用人骨鏈劍 為什麼用人骨鏈劍 因為當年肝 降 墨鞋 鏈劍的時候 墨鞋跳到火裡面去 就出寶劍來 當時人家就說 他跳進去有兩個作用 一個就是他的骨頭 他的人骨裡面有靈 那個靈跟這個在劍裡面 會增加劍的柔軟度 真的假的 好 骨頭 第二個 你說最後鏈劍那一次要用人骨來鏈劍 對 人骨鏈劍 第二個 他的血液 因為你知道 乾匠 墨鞋 魚腸 巨鶴 跟那個龍泉 世界五把鳴劍 都是用雲鐵鏈成的 雲鐵跟鞋有什麼關係 雲鐵是鞋 是鹼性的 需要用人血的酸性去把它中和 真的假的 那個雲鐵才厲害 所以古人是用人骨煉劍 用血煉劍 煉血劍 台灣最有名的駐劍師 就是郭長喜 郭長喜就善於用人骨煉劍 用 他的劍用人骨 人骨用雲鐵煉劍 我跟你講 他人骨怎麼煉 他跟那個收骨師說 無名的骨骸 你就給我 然後他先拜 拜完之後 他拔杯 問說你的骨頭 願不願意給我煉劍 好 拔杯你願意給我煉之後 他還覺得不對 他修了一個三層樓 三層樓上面 剩了高增的捨立子 還有一個真正從地裡面挖出來 有人住過的棺材 陰棺材 他覺得煉不對的時候 他就爬三十六層刀梯 他還有刀梯 三十六層刀梯 爬到頂樓上 還有刀梯 對 爬到頂上 睡在棺材上面 這棺材真的人住過的 是 睡在棺材 來想為什麼練不好 是不是這個人骨不讓我練 好 不要忘記 臥虎長龍的親民劍 就郭長喜練了 謝長 因為郭長喜在高雄 他人在高雄 他整個劍都在高雄 謝長廷他在高雄 他當作 你看余政縣也是高雄的 他們都知道郭長喜 他們就跑去郭長喜那邊 向郭長喜要了一把獅子劍 獅子劍 對 獅子劍 這個謝長廷要獅子劍 還跟郭長喜 在他的工坊一起敲鐵 你知道 謝長廷還自己敲 自己敲 獅子劍一敲來之後 就說贏定了 因為那時候他跟馬恩九選總統 他說這把劍 塗馬 獅子贏吃馬的 對 獅子吃馬的 好 那馬正寅聽到 不得了嗎 就說我們要一把劍 馬正寅知道你有獅子劍 對 那這時候就有人提供消息 說宜蘭的一個宮廟裡面 有一把九五至尊劍 九五至尊劍 也是郭長喜弄的 是喔 對 而且這把劍 是郭長喜用人骨練的 這把獅子劍還沒有人骨 因此就讓吳玉生去借這把劍 九五至尊劍 九五至尊劍 吳玉生就到宜蘭的萬燃宮 就說我們借這把劍 叫他們問聖於天主 就說可以劍 就寶貝說可以 馬上有借這把劍 會當選 但是不要讓我們宜蘭人 廖豐德當天下第一部的 內政部部長 吳玉生說 為什麼 當時有講這個話 對 有講這個話 他說因為他如果當內政部長 非死即傷 真的假的 真的 我不騙你 當時就跟他講了 當時就跟吳玉生講了 吳玉生聽了半信半疑 就把這九五至尊劍帶回來 那幹嘛還讓他當內政部長 他不相信 這把劍借回來之後 裡面是有人骨的 所以九五至尊劍 就擊敗了獅子劍 因為獅子劍沒有人骨 好 擊敗之後 再加上亮豐德出事了 真的相信了 因此他們就把這把九五至尊劍 留下來了 可以留下來了嗎 你借我嘛 就借在那邊 就放在總統府裡面 沒有還 放在總統府 對 沒有還 後來不是馬恩就有發生金融危機嗎 好 萬安公又跟馬恩就講 你要辦護天法會 你當主機關 這樣你的金融風暴就會渡過去了 當這封信到總統府之後 馬恩就跟他幕僚一看 他的幕僚哈哈的大笑 說這怎麼胡說八道 什麼護天法會 金融就可以渡金融危機了 這個事情被萬安公知道 在臉書上八個大字 天上剩餘收回寶劍 真的萬安公收寶劍了 到總統府去把九五至尊劍收回來了 收回來之後 真的假的 到了小英的時候 小英很早就讓郭長喜幫他打了一把奉劍 奉劍 叫做九五奉天劍 九五奉天劍 這個奉劍就厲害了 第一個 你知道這個劍多重 多重 1.8公斤 準準的郭長喜幫他打1.8公斤 你知道多長 多長 三尺二寸 這有學問嗎 一加九等於九 九五 三加二等於五 1.8公斤重 三尺二長 他花了準準的 花了三年 打了一個九五奉天劍 你看這算得多準 好 小英就把他放這邊 弄了香案 弄了香爐 後面刻的是九五奉天 至善至禮 弄了八個字 而且給他弄了一個 這裡看不到 黃色的劍穗 還有劍穗 我告訴你 黃色 從此之後 小英總部的所有工作人員 全部穿黃衣服 真的假的 不准穿別的衣服 黃衣服 呼應這個劍穗 劍穗是用黃色 因為黃屬土 那麼小英屬猴 土對猴 是吉祥的 所以全部弄弄這個 好 滿久他們這一聽到 我們上次九五之蹲劍 擊敗了獅子劍 這次小英有這麼厲害的奉劍 專門為女人打造 女天皇打造劍 但你被人家拿回之後 那外安公被拿回去了 沒想到 你過河拆橋 人家把你拿蟹拿走 馬上 2011年7月 馬上有過61歲生日 郭昌喜來祝賀 祝賀之後 說生日禮物 送他一把劍 什麼劍 馬上有說這是什麼劍 他說這是帝王劍 這是郭昌喜 馬上有生日送他帝王劍 兩個合影留戀 這就厲害了 這把帝王劍 郭昌喜 不但弄了人骨進去 他特別跑到西藏去 弄了雲鐵 這雲鐵打造的 這全台灣第一個 人骨加雲鐵打造的寶劍 帝王劍 帝王劍 還沒完 你如果去拿劉備的劍 來跟他比一比 長 短 寬 樣式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郭昌喜去找了 到大陸去 除了西藏拿雲鐵之外 還找了劉備的配件 回來以後 精心打了一把 跟劉備配件 一模一樣的劍 天下無敵 但這把劍更厲害 所以馬英九顯勝小英 就靠的是劍銀劍 好 瑞德 在中國四川 就這個女孩子 叫張亞群 非常奇怪 跟蘭可兒事件 非常一類似是 她竟然進到一個電梯之後 竟然就神秘失蹤了 沒有錯 在四川重慶 這21歲的這個張姓女子 她在醫院裡面實習 那麼事實上 她在這個醫院 突然間不見了 不見了以後 因為隔天也沒有來上班 所以趕快通知她的這個父親 父親來了以後 調了整個醫院的監視器 發現一件很可疑的事情 是什麼呢 為什麼會說 是像蘭可兒事件的翻版 她父親發現 她進入電梯了以後 再也沒有出來過 也就是只有她進入電梯的畫面 然後沒有出來的畫面 整個就不見了 所有的監視錄影帶都查了 對 她的父親把整個 醫院的頂樓電梯井 就是那個電梯的下面 你懷疑她可能掉下去嗎 那所有的裡裡外外 垃圾桶全部都找過了 就是找不到這個女兒的 這個等於說行蹤 從去年12月23號到現在 人到底到哪兒去了 成了一個謎 那就好像人間蒸發一樣 那麼當然在台灣 我們還記得吧 在2008年也就是9年前 1月20號的時候 也有一個劉姓婦人 帶著4歲的女兒 不是在商劃園林的一個公寓大樓裡面 進去電梯說要找朋友 突然間不是脫下她的外套嗎 對 外套跟鞋子放著以後就進去了 那麼警方研判說她可能出了電梯以後 走向樓梯 可是問題是所有樓梯能夠出路找的地方 包括這個頂樓 包括這個所謂的地下室 所有人全部都找遍了 我留下衣服 留下鞋子 都沒有發現 而且她很詭異的是 還把她的這個等於說外套留下來 然後包括這個偷鞋留下來 她人到底哪裡去 她也不可能到隔壁去 因為隔壁的這個公寓 離他們的那個樓層差得太遠了 所以不可能一人間蒸發到現在 已經9年了 那麼事實上台灣還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在1988年的時候 台鐵的舉光號發生了一件失蹤事件 這是什麼案件 這是一個先生他帶了太太新婚 太太有一個月的生育 他們準備從板橋搭舉光號 回到嘉義的娘家去 結果先生跟太太穿便當了以後 先生在中壢站的時候睡著了 睡到彰化醒來的時候 太太不見了 那麼他想說太太可能去上廁所了 再等一下 越等越不對 怎麼都沒有回來 所以一緊張先去找廁所 然後開始這樣找 他發現有一個廁所是繁鎖的 可是問題是裡面 後來經過人家來協助以後 因為沒有人 然後整個車廂 整個車廂都找 他的太太就在火車上不見了 你知道嗎 那你會說太太會不會在延如過程當中下車 停靠站的時候下去 也沒有道理 因為他們要回去 就洗滋滋的又新婚又懷孕 他們洗滋滋的要回去 可是就不見了 他非常的緊張 他在抖六站下車了以後 立刻跟鐵路警察局報警 然後鐵警局立刻就馬上掉錄影帶 然後封鎖整個想信辦法要找 可是都找不到 他的太太真的就在台鐵的舉光號上不見了 結果沒想到 錄影帶也開不動 沒想到大家早了半天的時候 在兩三個小時以後 一列貨車 那麼在綿綿細雨當中 開車經過苗栗 他開車經過的時候 這火車司機發現 有一個東西不知道為什麼 在這個鐵軌的旁邊 他開過去了 大家看不清楚 趕快用無線電通知 對面等一下要過來的貨車 你等一下開過來的時候 稍微注意一下喔 那麼等他過去了以後呢 等到下一個貨車來了以後呢 這個貨車司機就踩煞車 讓那個車子速度變慢了以後 一看不得了 是一個女孩子的屍體 你知道嗎 死在那個軌道的旁邊 然後趕快到下一個火車站 通報整個鐵路警察局 大家趕快趕來了以後呢 趕快通知那個 太太不見的那個先生 是他嗎 那麼響進棒來到這個地方 一看真的是他 可問題是 他的內褲跟他的褲襪 退到了他的腳踝的地方 然後呢身上有擦傷 可問題是鞋子不見了 皮包不見了 到底怎麼了不知道 你知道這件案子差一點 真的就差一點成為了 等於說一般的案件 因為事件結案 他差一點就永遠的 沒有辦法等於說還他清白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那時候在 因為那時候在查的時候發現說 會不會假設說 是因為不是有一間 那個廁所等下關起來嗎 會不會是因為他貧尿 所以要急著上廁所 來不及廁所打不開 就再走到上面 這個等於說小便就對了 就不小心摔下來 因為當時啊 舉光號有一些 大概有七成以上的車門 是用一個鏈子鏈起來 是可以 車門是可以這樣打開的嗎 會不會是這樣解案 然後後來呢 就有人提出這樣的一個 而且方向就往這裡走 意外死亡打算結案 就你知道嗎 他的爸爸不相信 我的女兒不可能 太太先生也不相信 我的太太有截屁 他對乾淨的公務會 是非常注意不可能這樣做的 檢察官就親自到了現場 查扣那個舉光號 而且還親自做著 一模一樣的舉光號 到的苗栗那個地方去查看 甚至於自己還下去來模仿 如果是我的話 我要小便 我蹲下來小便 我會怎麼講 最後他得到了一個答案 不可能 你知道嗎 為什麼不可能 他認為蹲下來的時候 那是不可能發生的 所以後來在他跌下去的 兩公里的地方 發現了他的鞋子 9.5公里的地方 發現了他的皮包 不可能一個人要跌下去 鞋子在兩公里才發現 在九公里後才發現他的皮包吧 所以他認為檢察官覺得 這個案子有問題 這個應該是他殺命案 不是意外 但是還是有一票的警方認為 這應該就是意外 不可能是他殺等等 所以還好檢察官明察秋毫 親自搭了這個火車 而且親自上了火車 然後親自做了這個實驗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還好他這樣做 因為這個歹徒 這個嫌犯性徒 他是一個現役軍人 很想到他在隔一個月 隔一個月了以後 又在舉光號上面犯案 這次是他經過一個女廁所 發現一個女站務員 他出來的時候 突然間色欲熏心的 把他拉進去 這個女廁所裡面要性侵 所以人家大叫了以後 鐵路警察就把他逮捕 那麼其中有一個鐵警 就認為說 他作案的那個方式 跟他作案的地點 又是苗栗 跟內建案子上個月好像 非常的像 可是他堅持不肯吐食 最後把死者的相關的 那個殘死的那個影帶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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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